我画了很久很久 因为你要画肉 在2022年卸下文化部长后的龙印台 出版新书谈如何独处 尽管已经渐渐淡出政坛 仍被点名是侯友宜副手的救援人选 接稿前致电龙印台无人接听 蓝白濒临破局死线 声称还没找副手就在等柯文哲的侯友宜 传出近期陆续征询 包括前台大校长管忠敏 甚至是资深主播沈春华 前提委会主委戴霞玲等各领域人士 但至今尚未有人点头首肯 像卢市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另外你像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主席的 这个江启臣江委员 我想他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选 韩根哥应该是不会变的 因为现在他们既然已经摆入了 这个部分区名单分别高居第一名跟第二名 几乎是铁定当选的 反观柯文哲一连三天都现身郭台铭家 柯郭年梯梯 柯郭合作再度盛销成上 柯郭配或者是郭台铭原本提名的副手赖佩霞 柯霞配又再度扶上台面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郭董当然是一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再也整合很最重要的力量 但名列不分区的黄申申要当副手几率 微乎其微 不分区的名单不可能变成副手的人选 因为他都要做不同的登记 现实上会有一些困扰 蓝白河濒临破局在牛棚的救援投手即将上场 进行为黄轩林家倩黄红玉林玉成采访报道